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大 嗨 嗨 走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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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他他他他 人是鬼啊他 他是个人 不是鬼 不是他他他不是死了吗 我们那天 加费的是一个中国人 请坐 哎 黄炮手 嗯 大白天的来找我 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哎 哎 对对对 不是 这 这一下我给我忘了 哎 我找到那地址图了 在哪里 在九红手里 你看见了 哎 我不但是看见了 我都已经拿到手里了 这要不是那个高秧子 那被九红给抢回去了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们拿过来了 那他现在在哪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九红肯定就藏起来了 老板 要不要先把九红抓来 言行逼宫 让他交出地质图 不可以 这没有用的 九红很倔强 你就是打死了他 他也不会屈服 那现在怎么办 那现在怎么办 盯住他 王子 嗯 你在那不盯 弹幕你在外不盯 盯住他的一举一动 地质图一旦出现 不管用任何办法 也要把他搞到手 大木 这一次无论如何 一定要成功 要是再失败 你 我的脑袋 就真的保不住了 嗨 嗨 我的妈呀 这石火了这是啊 席子 师傅 咋回事这是啊 灶火不一直挺好烧吗 这咋还堵上了 灶火一直是挺好烧 今天也顺不上咋了 老冒烟 这咋回事这是 你过来看看 你看这烟头 一点烟都没有 还真不摸烟 这堵上了这是 洗澡 把梯子搬过来 好 聊稳当了 好嘞 师傅 我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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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你整不明白 你去找个绳子 拴个蹭头 让你头头 好 师傅 您慢点 没事啊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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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 师傅 来 你喝点水吧 上喝点水 师父 师父怎么了 烟囱堵了 师父上方掏烟囱 梯子突然倒了 师父就摔下来了 这没人碰梯子怎么会倒呢 我也纳闷啊 又没人碰 梯子腿又没断 这怎么会倒呢 这事有点怪啊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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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九红 我来看您了 九红 你走吧 走吧 我看着你啊 我就想起了大夫 我这心里 不好受 不好受 走 走吧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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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特意回来看您的 您就让我多待一会儿不行吗 你走吧 师父 师父 师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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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 九红 你再嫁给高秧子了 你还回来干啥 你走 二师哥 别这么紧时间 师姐 师父看见你难受 你还是先回去吧 你们好好照顾师父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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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嫁给高燕子 其实我也不乐意 但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想嫁给彭飞 可彭飞是黑心雕的儿子 师父 我从小长到大 就想终过两个男人 一个是大师哥 一个是彭飞 一个变辛了 一个不能嫁 从今往后 我对男人就死心了 好 师姐 师姐 那几个穿黑衣服的人 他们是什么人 想干啥呀 日本人 在跟踪你 日本人 这条人怎么老盯着我呢 这刷不方便 伙计 我刚才要的药帮好了吗 我一会儿来的 好 来 杜师傅 大叔 九红 你怎么在这儿呢 咱们上次分手以后 我就没离开玉龙镇 在这儿啊 开了个火勺铺 坐坐坐 杜师傅 你先出去看着他 我跟世界有话说 好好 你们说 你们说 好 师姐 你知道日本人为啥跟踪你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你不知道吗 是 我知道 那现在说来 你心里也很清楚了是吧 你拉我来 就是为了要那张图吧 是 你要那张图干什么 我有我的用途 那好 你告诉我 那张图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为什么这张图 郭驴子也要 日本人也要 图匪也要 现在连你也要它 这到底是为什么 师姐 你让我具体跟你说 我也说不清楚 我只知道这是一张找矿的地质图 这种矿角油 它有很多的作用 而最大的作用 就是制造一种非常厉害的杀人武器 日本人要它也是造武器 从而来征服中国 征服全世界 这么说 你也不想让这张图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对 就算毁了它 也不能让它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那天在牧场你也看到了师姐 日本人杀了咱多少中国老百姓 咱们杀人比杀牲口还容易 鲜血洒满了牧场 多少人的性命 一瞬间就没了 他们日本人呢 眼睛眨头不眨一下 手也不颤一下 如果让他们得到这种油 咱们会杀更多的中国人 就当我求你实际 千万别把这张图 交给日本人 我早就不打算把那张图交给日本人了 杜师傅刚给我那张图的时候 我是要交给日本人来着 目的是给我爹我娘报仇 不过 自从在牧场看到日本人屠杀中国人之后 我就再也没这想法了 现在你告诉我这张图是干什么用的 我就更不能给日本人了 既然你这么说 那现在图纸在你手上是吧 这跟你没关系 阿尔曼说了 把他糊捧上了 你就把他接下来了 是又怎样 你能把他给我吗 你要这张图干吗使 那我就不瞒你了 我想把这张图当作见面礼 交给少帅张学良 我想在他的部队上有所作为 再说了时间 这张图在你的手上一点用处都没有 它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祸害 你想想 自从这张图到了你手上 郭履寺日本人同匪全都找你 个个盯上你 只要这张图在你手上一天 你就没有一天的安宁日子 甚至有杀身之火 所以 你能把这张图给我吗 不行 为什么 我拿他有用 什么用 我要报仇 你用他报仇 谁能替我报仇 我就把这张图交给谁 你能替我报这个仇吗 你能替我报这个仇吗 你在逼我时间 你要求我什么事我能够答应你 但这件事 我答应不了 好 彭妃 我不为难你了 你也别为难我 从此以后 我们隔走隔的路 不过你记住 只要有我们姐弟这份情分在 我们就是这天底下 最亲的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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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许说啊 手艺不错啊 干了多少年了 大概不干了三十来点了 要讲扒皮 什么身后最好扒呀 差不多 就是死了这十年哪 不能长 时间长了凉了就不好弄了 难扒 最老是活着扒 一会儿你给我活扒一个 拔啥 他 我说东家 我哪儿得罪你了 东家 你这是和我逗乐子吧 我没有心思跟你逗乐子 一百块钱现大洋 活拔王炮手 你敢不敢 干 一百块现大洋 我不干我是傻子 快 东家 东家 那我就扒他 开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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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家 我 我这哪儿得罪你了 我到底 有什么话你好好说 您别扒皮呀 这 这这这这事要人命吗 东家 兄弟啊 对对对不住了啊 干活不由东 累死也无功 东家 让我扒你的皮 我必须得扒你的皮 不是不是 不是 堂是免不了的 你忍着点啊 我尽量快点扒 让你少招点罪啊 不是 东家 您这到底要干什么呀 东家 有话您倒是说呀 东家 不是 东家 东家 不是 有什么话您说东家 不是 有什么话您倒是说呀 东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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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八叔 你听着啊 我问你话 我问你一句 你答一句 你要有半句假话 我活拔了你的皮 热 不说 我全 实话实话 你跟日本人有没有勾搭 日本人 没有 没有啊 巴 有有有有有 东家 这个巴子 不给你点厉害看看 你是不说实话呀你 说 你日本人找你干什么 他 他 他让我 让我找张图 找张图 这张图在谁手里 在酒红手里 找着那张图 日本人给你多少好处啊 开始说说二百两黄金 为了涨了一千两 刚才又跟我说说 说是两千两了 那日本人到牧场去抓酒红 去杀人 是不是你引的路 我也不知道 那帮王八蛋会杀人哪 他们就告诉我说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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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酒红的 那今天上午 我秧子那时候想了几枪 是怎么回事 那 我 我在那屋 找的那张地址图了 然后那 那秧子让我还个酒红 就就开枪吓唬我 就差点把我给崩了 那这么说这张图 还在酒红的手里 在 应该在 爹 秧子 我在这儿了秧子 放开 我刚才问你的话 不能给秧子说 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如果找着这张图 马上交给我 不能交给日本人 交 交 交给你 秧子 爹 你不是干啥呢 老许多 拿着钱 跟我走 你这干啥呢你们 你啊 浩哥 你又咋惹惹我爹了 人未宰死 你会失望 我贪财 还冷不冷啊 哎呀 那浩哥 咱们租个好点的房子吧 这也太破了 四处漏风的 我倒想租个好房子 哪来的钱 往后认同 可咋过呢 那浩哥 要不然 你去找个活法 这咱俩啥都不干 像米都买不起 咱俩就得扎脖 来 喝点水 要不说啊 这人不能太贪 如果咱俩不偷同烧锅的钱 他也不至于把咱俩你 哎呀 别磨叽了 说得净是些屁话 那同烧锅压根就没钱了 这咱们在咱们家留 这都看不出来 什么去那七大谷八大一家 那纯属是设的圈套 让咱们去偷钱 然后把咱们就抓住往外面 傻呀 肯定都是那大燕带的主意 大燕带 你爹也不是啥好东西 我跟你说了吗 他不是我亲爹 不是你亲爹也不能这么干 有完没完啦 天天说说说磨叽磨叽磨叽的 磨叽啥的 你想干啥呀 能不能过了 你爸就是这样吗 我磨叽咋的 我咋的了我 咋的你去说清楚咋的 我就有那事了 你干什么 打死你 你懒惑你 本来我跟九红 就是因为这事我才不跟她好的 我先找黄花大闺女 我根本找黄花 你过了 干啥你干什么呀 不过了不过了 咋的 你关系 你关系 说 说呀你 那你都这么说了 我说啥呀 你就说没人的事 是你瞎编子 我能有个事啊 你冤枉我 你就说是假的 是你瞎编子不就得了吗 你也知道我受不了这个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 我喜欢的女人 干人的啥呢 你打疼了吗 别哭了啊 你要不解气你就打我 你打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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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但就会想起来了 你再拿我了 乱억欧 你也真会了 到架后 Euch 都怪我 我都是我连累的你 都怪我 都是我连累的你 都怪我 都怪我自己 我太贪心了 本来想到老佟街 当个养老女婿 等这老两口一走啊 这所有的财产 都是咱们俩的 没成行 现在捞个两手空空 到这个地方 不怪你 这是我们的 我认为 摸摸毛 吓不着 摸摸耳 吓一会儿 老哥 刚才吓坏了吧 活泼人皮啊 你说可怕不可怕 你说我爹那老黄蛋 那为什么要把你皮啊 谁知道我哪儿得罪他了 那老黄蛋上来什么话都不说 直接就要拔皮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啊 你没跟我说实话呀 我爹他就是个疯子 也不能无缘故搬你皮啊 你是不是不想告诉我 是你爹不让我告诉你的 他可说了啊 我要是告诉你的话 这回他真就把我皮了 好 那我不问这件事 我问另外一件事 我说实际上 你哪儿那么多事了今天 你今天中午在摸摸屋找什么呢 我 找 找衣服 我找那个 酒红唱戏穿的那财服 你骗傻子呢 你是不是当我是两岁小孩 给个沙堆我就能玩半天 让我带着酒红 出去溜达溜达 自己说闹肚子 然后不跟我们去 结果跑我们屋里翻东西去了 翻什么 彩服 你用的东西干屁啊你 不是 我不是喜欢吗 喜欢 王老熊 我告诉你啊 你跟我爹 在背后肯定搞什么名堂 你不是不告诉我吗 好啊 你藏住了 你别让我知道 走 我来 越来越麻烦了 小二 木西右 留一段 好酒 不好酒啊 高冬家 这今天怎么有这个雅兴 想请我出来喝酒 最近呢我发了一笔大财 这钱花不了了 所以我请参谋长啊 这吃一点啊 喝一点啊 这高冬家这是发财了 发什么财了这 是不是捡到狗头金了 那狗头金算了啥呀 那狗头金值几个钱呢 我最近呢 我赚了一千两黄金 一千两黄金哪 怎么赚呢这是 不知道吧 我怎么知道呢 这我要是知道的话 那我赚了这钱能给你留着吗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哪句话啊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看不着 日本人要的那张图 提价开多少 哦 那那图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三百两黄金哪 缺了一千七百两吧 这 这是谁给你开的价啊这是 这个价你能不知道 我说高冬家啊 你 你真是疑心太重了 我跟你说实话啊 这日本人开这个价 我不管多少 我不知道 一丁调的不知道 我要知道的话我 我 我不是人 那好 就算你不知道啊 那我现在告诉你 你知道了吧 哦 现在我知道了 不 我 我肯定知道了 那再说 高冬家 那这个事儿 到底是真是假呀 参部长 你们这些当兵的 就愿意搞那些 虚虚实实的一套 实的少 虚的多 我不跟你说真的假的啊 我就跟你喊一口价 我要给这个事儿办成了 你给我一千两黄金 你要是不给我一千两黄金 你别找我 我不管了 你爱找谁找谁去 一千两黄金哪 行 一千两就一千两 我舍出去 好不好 好好好 但是高冬家啊 有件事儿我还搞不懂 就是日本人 不是给你两千两黄金 那为什么不给他们 反过来给我呢 日本人 他妈日本人前段时间 在牧场杀死了 我们几十个老公啊 这笔账我还没跟他算呢 我还跟他做这个买卖 我高麻再贪 我也不能这么做啊 这个东西他出价越高 这说明他越珍贵 我越不给他 你别说两千两黄金 就是两万两黄金 我要是能给他 那我高麻就是日本人揍他 回来了 坏了吧 喝点水啊 来 冷暖身的 这糖葫芦一个人没卖出去啊 大风好好的都张不开嘴 谁吃糖葫芦 赶紧喝点热水吧 别喝水了 赶紧弄点饭吧 我都饿了 咋子呀弄点饭去啊 要不然我去求求那老两口去 回来 没脸呢 求那俩老东西 他们要看咱们落魄成这样 还不得乐电线呢 求他们 你还指着他们帮你啊 那你说吧 咋整 咱俩等着饿死 来 吃糖葫芦了 喂啊 你找谁啊 你找谁啊 我找童秀凤小姐 怎么找您呢 找我 我也不认识你啊 你是谁啊 你不认识我没关系 是有人让我来找你的 有人是谁让你找我啊 你的娘家人 我娘家人 对 二位跟我走一趟 去见见童小姐的娘家人 二位的娘家人说 你们好多点都没有吃饱饭 先让你们吃饱饱了 才见面 二位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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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来吧 敢吃吗 有啥不敢吃的 还能下毒咋的 吃 对 有道理 好 尝尝 嗯 要有点酱就好了 嗯 来 接着吃 接着吃 喝死了呗 吃个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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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客气 不要客气 接着吃 多吃一点 嗯 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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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凤 吃饱了 儿 这是真的 二十一年前 你的爸爸妈妈 从日本到本地收药材 清政府没收了他们的药材 还杀了你的爸爸 你的妈妈没有办法 只好把你放在 关帝庙前的石阶上 眼看着你被人捡走了 他就投紧自杀了 在他自杀之前 给日本老家写了一封信 详细地说明了你的情况 你是一九零八年 十月二十一号出生的 你的左边胳膊上 有一块紫色的胎季 嗯 这 对 你看 你看 来 这是你妈妈的信 看不懂啊 小枫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我是你的小姨 小姨 今年秋天 我回了一趟日本 我的妈妈 也就是你的外婆 听说我在中国的 玉龙镇做生育 就告诉我 你也在这里 让我无论如何 一定要找到你 来 过来 来 过来 过来 我就是你的小姨 你的娘家人 小姨 小姨 让你受苦了 我不要借了 小姨 杜师傅 嗯 给你师傅抓药去了 嗯 你师傅最近病情咋呀 挺重的 房东说了 他哑了一阵子 哎 杜师傅 嗯 我爹那边 有啥动静没 没啥动静 这没动静吧 我就觉得不是啥好事 是啊 你爹历来行动诡秘 还有军师和刁大爪子 他们都是一些 非常狡猾的人 这么多天没动静 肯定是在酝酿一个更大的阴谋 所以啊 咱得抓紧把九红手上的地质图 拿到手 嗯 要不然的话 他有性命危险 不妨 我去试试 那个东西是我给的他 我挽回药 这也说得过去嘛 那就试试吧 好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去 九红 要弹琴呢 九红 我就觉着 你弹那个曲啊 都特别悲 我听着 我就想掉眼泪 你会不会 弹那种 高兴点的曲 或者一听啊 就像让人笑那种曲 没事 弹 我跳 你看 这 正月里来 是新年啊 大年多喜趣 你看 哈哈哈哈 这不不会的 没事 没事 我 就想逗你开心 我知道你吃了很多苦 心里也装了很多苦水 你跟我说 我愿意听 九红 咱别谈了呗 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想问你 九红 别谈了 干什么 你别火 我真的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想问你 问完了你再谈 行不行 说 王炮手 从你这儿拿那个包袱 里边装的是什么呀 衣服 衣服 嗯 他王炮手告诉我里边装的是彩衣 我不信 你告诉我里边装的是衣服 我也不信 你们都没跟我说实话呀 九红 你要是相信我 你就告诉我 他王炮手到底想从你这儿拿走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你不可能不知道啊 我跟你说 我爹刚才差点把王炮手的皮给拔了 这说明啥呀 说明我爹这个老骗子 他也想知道王炮手想从你这儿拿走什么东西 我想呢 你这手里肯定有一件特别特别的东西 因为这大家都想要的 但是我告诉你 大家都想要的东西 你要是留着了 这就容易惹祸上身哪 啊 弄不好 小命都不好 哎 你看我 我虽然 不着调 不 但我是 什么金钱 珠宝 糞 我都看不上眼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你要那玩干啥 那不是钱 那是啥呀 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不是你怎么瞧不起人呢 怎么就你跟我说了也不懂了 那你倒跟我说呀 哎呀你就别问了嘛 我都跟你说了 你要是问的话只会惹火烧身 小狗你跟我发什么火啊 少奶奶外边有人找您 你什么人进来的 大叔 小狗 小狗 大叔 那个卖菜的刘胖子 把势烧给你了 他跟我讲 有一个打火烧的杜师傅找我 我就知道是您 大叔你找我什么事 咱俩就别逗圈子了 地质图是不是找到了 你怎么知道 我听别人说的 我知道是谁告诉你的了 有句话 我想说 但又说不出口 你是不是 想把地质图要回去 舅红你真聪明 不过你别误会 大叔要地质图 绝不是为了赚钱 日本人的钱 大叔就是死也不会去赚的 这个我相信 不过 你能告诉我那张图是给谁吗 那肯定不是日本人 我相信你 你也不是去赚钱吧 我要钱干什么呀 自从我嫁给高杨子那天 我的心就死了 心死了 人就死了 我之所以今天还活着 就是为了给我爹我娘报仇 谁能替我杀了黑心雕 我就把那张图给谁 赶紧把图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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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报仇 你们是什么人 我那么还干什么 赶紧把图拿出来 你们 赶紧把图拿出来 九皇 你快走 我挡住他们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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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的 这回还想活吗 要杀要剐 少废话 赶紧交出地质图来 好死不如赖火人 是吧 我们大当家的说了 只要你交出地质图 你就是四当家了 你就不怕我得了手 灭了你们 挺硬啊 老杜 咱就不能讲和 像兄弟一样相处 咱老给我们做队呢 除非你们不烧杀抢烈 奸淫妇女 那白瞎 要想让我不干那事 我得从娘肚子里 重新爬出来一次 按理说 你们的娘 都是镇警营家出来的女子 怎么会生出你们这帮畜生 交不交出地质图 交你娘个愤 看来你是不想好好活着了 快 跑飞 跑飞 怎么了 咋啦 给我走 咋啦 哎 许子 你吃饱饿啊 哎 你能告诉我是谁杀的老东吗 我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是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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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来了 你别说了 你怕谁下山了 我怕刁大爪子下山保护你去了 刁大爪子把杜师傅给砍了 现在人也找不着 是你让他干的 没有啊 我没让他伤老杜啊 爹 你跟我说实话 我说的就是实话 我没有让他伤害老杜 那人怎么找不着了 刁大爪子明明知道你放了老杜 他还要去伤害老杜 小子 这是冲你来的 还有 上一次刁大爪子 问军师是不是亲眼看见了老杜 军师一口否认 说他没有看见 他俩是不是在演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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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用问吗 这不明摆着呢吗 你想把大当家的位置给我 他们两个不满意呗 小子 有眼力 好 他们两个心里藏的什么鬼 我看出来了 爹 你就没别的打算 是 你啥意思啊 脚底下这么多条路 你就不能想一想 哪条路更好走吗 是 脚下的路很多 但是对别人讲的 对我们这一行 只有一条路 是是是是是 活着浑干死了完蛋是吧 多位 看我们这一行呢 只能这样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无法无天惯了 自由自在惯了 花着活法 自己也不会了 活着别人也不会了 你以为我们现在还是人吗 我们现在就是半人半兽 没有别的卢柯子 只有这一点 行 那你就当你的土匪 我现在问你 你想把这位置给我 他们两个不服咋办 那不是还有我吗 我明天就死了 小子 自古以来 人心在于归顺 行 那我再问你 如果叼大爪子杀了杜师傅 我咋办 杀了就杀了吗 不就是一个老杜 什么杀了就杀了吧 说得那么容易 杜师傅是我什么人 杜师傅是我的恩人 爹 我告诉你 如果叼大爪子真的杀了杜师傅 我一定要了叼大爪子的命 不行 老杜就是你的亲爹 你也不能忙干 我不 我不 我办不到 办不到也得办 那 是 你也 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其实早就知道我是日本人了 那为啥你到现在才认我呢 我也是几个月前回日本 妈妈听说我在中国的这里做生意 才告诉我 你也在这里 本来我一回到中国就会去认你 可我手下告诉我 你和那家班的那夫好上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 我就没有去认 为啥呀 我知道了 一 你不想让我跟那夫成两口子呀 不不不 恰恰相反 我非常地赞成 啊 为啥呀 第一 你是真心地爱那夫 我不会反对 第二 那夫可以为我们做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 我很赞成 你们街委夫妻 那夫 能帮上你 九红的手里 有一张低质图 对我们大日本帝国 非常地重要 可是这个丫头 很反感我们日本人 我们是接触不了她的 那夫跟她是师兄妹 虽然他们分手了 但还是有机会能够接触上 哦 怪不得啊 那夫被她爹锁在仓房里了 有两个蒙面的人把她给救了 然后送到我房里 当时走的时候还说 是我娘家人 那是我派去的 当时 我没有告诉你真实情况 是因为时机不到 现在时机到了 啥时机啊 童烧锅 把你们撵出来了 这就是一件好事情 这 这还是好事啊 当然是好事了 她把你们撵出来 你们无家可归 穷困潦倒 那班主再恨她的儿子那夫 可毕竟那夫是她的亲生儿子啊 她知道了这种情况 不会不让那夫进家门的 这回我知道 为啥你现在认我了 朱凤 你要帮我们做成了这件事情 你的妈妈 酒泉之下 也会得到安危了 因为这件事情 可以把我们大日本帝国 更加地强大起来 狠扫中国 甚至 称霸全球 有那么厉害啊 小枫 你要帮你的爸爸 妈妈抱着 嗯 我 干嘛呢 我找你们参谋长 找参谋长干什么 那可不能告诉你 去 你去跟你们参谋长说 就说那家班的二蛮找他 参谋长休息了 不给找 你哪儿那个粪来的 让我进去 你再说啊 你干嘛 再说啊老子 崩了你 你你可别走火呀 我走 我走还不行吗 喂 你奶奶的 你等着 那天我的参谋长告你一桩 把你脑瓜子给揪下来 啊 他没把这儿了 我先吃了 我要叫你 你一桩 你出来 就够了 那我amam 涂了 那我先喝点 你现在喝点 你喝点 我的参谋长呀 参谋长 就这玩意儿 就他 他要拿枪崩了我 谁啊 谁 他 你好啊 来 让他崩 来来来 慢慢 过来 来来来 把手伸出来 伸出手来 照他脸上 给我晒 给我使劲地敲敲光了 当兵的 你可给我挺住了啊 别说我一个巴掌 把你打得蒙头转向 挺住了啊 混账小子 以后我再来 你要是敢不让我进门 我就真删死你 对不起 小姐 不干了 二婉 行了 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走吧 进去 走 你也没吃饭呢吧 来 咱们坐下来一块儿吃 来 吃啥吃啊 我气都气饱了 怎么了 你跟小当兵的生什么气啊 他要下次再敢拦你 我替你出这口气 你出了什么馊主意啊 把我师父弄平 引九红回来 现在我师父病了 九红也没回来 这不是馊主意吗 谁想到了呢 九红回来你师父往外拈他呀 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不同意 可你们非要把我师父弄病 现在我师父躺在炕上不死不活的 你说我心里能好受吗 你干什么你这是你 小点声你你 你干什么你这是 从这儿传出女人生间来 从这儿传出女人生间来 你这 叫别人听笑什么你 别哭了 再哭一 我都客气了 你 你干吗 你要拿球毙了我呀 你别哭别哭别哭 你不哭不就没事了吗 别哭了 你现在哭了有什么用啊 现在你师父已经这样了 你说你哭得再难受 你师父能马上就好吗 行了行了别哭了 不哭就没事了嘛 你现在啊 最重要的就是 帮我搞到这张图 知道不 你搞到这张图了 你就成我的二厘态了 到那个时候 你就享清福吧你 你说你那时候你孝顶你师父 咱给他买人参 陆荣 买凶掌 是是 这大馒头真好吃 我拿回去一个给师父行不行 好 好 你拿 拿拿 都拿回去 这要是图搞到手了 想吃什么大馒头炖肉 天天都可以吃 那行 我一定帮你把那张图搞到 一定 这才是我的好宝贝呀 这才是我的好宝贝呀 来 吃菜 哎呀妈呀 炖肉了 这也太香了 几个灰呀 来 快 来 来 蒋银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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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太好了 你说 你咋是日本人呢 咋了 我是日本人不行啊 行啊 我找个日本媳妇来 不过这有点别扭 那别扭啥呀 这就是觉得吧 这有点别扭 真的 你管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呢 总之咱俩能在一起 能过好日子 管我是美国人干啥呀 你说以后咱也有孩子了 他算日本人 还算中国人呢 算中国人啊 孩子他爹你 不是中国人啊 对 来 你也吃块肉 我一定得留着一块好的 行了行了 那儿 要是能天天吃肉 那就好了 要我说呀 也不难 做梦去吧 天天吃肉 那神仙过的日子 你就说同哨国家 那么有钱 上顿下顿 全是咸菜疙瘩 整个鸭蛋都抠半天 天天吃肉 有几个像他们家那么抠的呀 我跟你说实话 要想天天吃肉 要想天天吃肉 一点都不难 我姨说了 说九红那儿有个什么什么图纸 可值钱了 值两千两黄金哪 两千两黄金 对啊 那啥图弄值钱啊 这些啥图 我也说不明白 反正总之就是值钱 那福哥 要不然 你把那图纸弄过来 把它献给我移 那这些钱不就咱俩的了 那咱俩就可以天天吃肉 吃撒果子 吃麻花 那一辈子都花不完呢 那图在九红手里 我咋弄啊 活着还能让你有憋死 想办法呗 要不然 你回你爹那儿去住去 只要能跟九红见上面 咱总得有办法呗 想啥呢 那怕啥的啊 你就 你跟你爹成了错误 你就给他跪下 跪下你就不起来了 然后你就说 哎呀我后悔了 我当时啊 应该娶九红 我不应该娶 那个童少桂丹那姑娘 那姑娘她不是人啊 她是白骨精 她是客妇 这咋埋她我咋说嘛 咋难听咋说 反正 总之你就 没好话 全是坏话 咋的呀 干啥呀 你咋这样看我呢 这样子 我这想不明白啊 你说你守着那么漂亮的媳妇 你不睡 你让人守空房 你跑我这儿来睡 算怎么回事啊 那行 那我走了 我 你做你的 好吧 我说错了 我希望你在我这儿睡 行了吧 我就是弄不明白啊 你说你弄那么漂亮的媳妇 那你怎么就不动心呢 我动心呢 我动心呢 那你怎么不动她呀 原来吧 我跟她承诺过 嗯 就是 只要她 不想干的事 我绝不强迫她 可是现在呢 就是她顺从我了 我也不跟她合床了 那为什么啊 你想知道吗 我不告诉你 我不告诉你 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 我不会有爱说的 永远不会 哎呀 你还真是把她当神仙 神仙算个屁呀 炮哥 你知道我这个人啊 我从来不信什么鬼啊神啊的 我告诉你 酒红 但是比神仙还神仙 那就是圣 圣什么呀 人俩还能大过天去啊 哎 哎你说对了 就是天 我认识 这些人 我认识 你 我认识 你 我认识 你 你干什么 鲁公 你别害怕啊 我不会碰你的 这半夜三更的你来干什么 你给我出去 出去啊 我有话跟你说呀 有话明天说 你给我出去 出去啊 你看你这姑娘 你别害怕呀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 我知道 你不是就想报仇吗 有人替你报仇啊 谁替我报仇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说啊姑娘啊 你听我说 你的事啊 我清楚 你八岁那年 土匪头子黑心雕啊 杀了你爹梁满山 又把你娘呢 给抢到山里去了 被她的手下给祸害了 这个仇啊 就像一棵大树似的 就在你的心里啊 砸下根了 我知道你要不报这个仇 你哪一天都不会快乐 你永远都不会快乐 你 你怎么知道这些呢 因为我也有仇啊 你也有仇 是啊 我也有仇啊 咱俩的仇人是一个人哪 都是那个黑心雕啊 什么 大树一年前 这黑心雕啊 抢走了我的三姨太小桃红啊 那个小桃红啊 是我非常非常爱的女人哪 你们俩长得有点像啊 你看这个身材呀 那脸型啊 俊啊 她也是唱二人转的 那个二人转唱得好啊 你这个嗓子呀 还有像你的铃声声 银铃铃铃铃似的 唱得可好呢 好听啊 可是后来呢 被那个黑心雕给抢走了 那时候我那个心啊 碎了 你爷爷的睡不着觉呢 哎呀我那时候 我那 我那时候我都不想活了 真看不出来 您还挺成心的 成啊 非常成啊 你说男男人和女人 他什么最尊贵呢 不就是感情吗 你说男人喜欢女人 那是有多少钱他都买不着呢 那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 那那他能为他去死 那死一千次死一万次 那都是男人骗女人的 男人都会这么说 那男人这么说的时候 你不要相信 你只要是看他 他这个心呢 是否真的痛苦 那个小桃红走了之后啊 那我那个心呢 就像被人给挖去了似的 身子空了 轻飘飘的 哎呀我那时候就觉得 活得没意思 真的没意思 其实我心里也是这样的 自从大福哥变心之后 我的心就空了 我身子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我身子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我真的是命苦 哎呀孩子 命跟苦啊 我命苦 我命真的苦 哎呀孩子你别哭别哭 哎哎孩子别哭别哭了别哭了 我知道你命苦啊 所以我一直想帮你啊 怎么帮我 你不可能帮我 我能帮你 我能帮你孩子 我活得去了 我变卖家产 我买通这个锅驴子 啊 我让那个锅驴子 灭了黑心雕 我替你爹替你娘替我自己报仇 你说什么 替你报仇啊 你说的是真的 我真能替你报仇 我谢谢你 哎哎姑娘 你别这样 谢谢 别别别这样 别别这样 别别这样 来 躺着 躺着 来 我给你盖上 来 躺着 我给你盖上 好好睡一觉 睡一觉 你的头一定能保你 放心 好好睡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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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一觉 我的傷 我好睡一觉 我你 behalf 爹 娘 冯妃 你去哪儿了 还没睡呢 这不给师父熬药吗 熬了大半夜 才忙活 刚躺下 我问你 你去哪儿了 别问了 你们这一个一个神神秘秘 是不是有事啊 没事 你别瞎想了 师父的病咋样了 还能咋样 你说你们一个个神神鬼鬼的 师父能好到哪儿去 今天晚上师父咳嗽的又重了 师父的心病啊 就在两个人身上 一个是师哥 一个是师姐 师姐现在嫁给了高杨子 不能回来了 也就没办法 如果咱们能给师哥劝回来 我觉得师父的病啊 能好起来 你去找师哥去了 那师哥他赶回来吗 你就算师哥他赶回来 那师父他不可能认他呀 那就得看师哥的了 事情已经这样了 师父的心也凉到底了 如果师哥真心认错的话 对师父态度好点 让师父心里暖暖的呢 他俩是父子 师父能不认得吗 说得有道理 明天我也去找师哥 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接下来就看 师父认不认得了 我看行 睡吧 睡觉 是点这个 喜子 你咋来了 我上同哨国家找你去了 同哨国说你 把你俩给撵出来了 大米干饭 猪肉炖粉条子 还有小白菜 冻豆腐 土豆片 这好伙食啊 我下白红了 要吃就拿成筷子去 你别拿筷子哥 您给我加一块 来 你来就行 尴尬 尴尬 哎呀 真是西洋啊 同哨国说把你俩撵出来 我还以为你俩吃不上喝不上了呢 谁想到 你俩连过年的伙食 这不都吃上了吗 那真是好生活啊 搁哪儿来钱呢 你说 管得着吗 喜子 你找你师哥有事啊 有事快说 没事 别在这废话了 我这师嫂挺厉害啊 哼 这不是个善茶啊 啥事 赶紧说 嗯 师哥 咱二人传的新闻里边 处处唱的都是忠孝节义 咱唱哭了多少人 我就在想 你说你的心咋就那么硬呢 你出来这么多天了 一趟也不回去看看师父 他可是你亲爹啊 你就一点也不想他 我能不想他吗 可我一回去就要打死我了 我有几条命让他打呀 就是啊 那他要是不打你 你回不回去 回去啊 那咋不回去呢 哎呀你师哥啊 是个大孝子 你们师父要不打他 他马上就回去 啊 奶红 回去啊 嗯 我回去 那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师父他 他打不动你 他那体格打不动我 师父他 他病了 啊 我爹病了 女生啊 爷 师哥 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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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回来了 爹 我回来了 爹 我儿子不小 儿子回来晚了 爹 我大学儿美娘 是爹一把屎一把尿 把我拉着大的 可我忘了爹的养育之恩 我没听爹的话 反正好好的酒红不娶 我去给人老同家当养老女婿 娶了童小凤 娶了童小凤这么个小妖精 爹 我知道我错了 你说得对 脚上的泡都是自己粘的 我知道我错了 爹 你病成这样 我才知道 我就是个混蛋 爹 我不能在身边伺候的人 就是大得不动 你是个混蛋 爹 爹 你就原谅我 你打我 骂我 砸的都行 只要你认我这个儿子 你就是挑了我的脚筋 剁成了我的胳膊腿 我都愿意 爹 你就原谅我 爹 我错了 我错了 你错了 你走吧 我没你这个儿子 爹 你也没我这个爹 爹 我们不认识 爹 走吧 爹 走吧 不走 你真的打死我 我也不走 爹 你要不认识这个儿子 我就跪在这儿 我就把腿跪折了 我也不走 那你就跪着吧 师父 你别跑 爹 你再周浩 爹 你 你 我 这儿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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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可以 你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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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爱吃什么 你让他自己夹嘛 你吃你的呀 那你爱吃啥 你自己夹 姐 我说青栓 你又鼓动那锅驴子交费啊 那锅驴子他能信他过吗 上次日本人在牧场杀人 他见死无救啊 跑得比他们兔子还快 你又让他去打黑一雕 你咋想的 我给他钱 给钱有什么用 上次他张若缴匪 镇上的商号 那是没少给捐钱 匪呢 缴哪儿去了 我把咱们家的钱都给他 我看他敢不敢 把咱家的钱全给他 房子 地 所有钱都给他 都给他 你不变成穷光蛋了吗 为了给酒红报仇 我穷光蛋我就穷光蛋 怎么想的啊 东家 我已经想好了 如果郭团长可以帮我们剿匪的话 这钱我出了 这钱你出 这剿匪多少钱呢 你有那么多钱吗 是啊 你有那么多钱吗 没有 你没有那么多钱 你说过驴子交费 你给 钱我是没有 别的东西我还没有了 你有啥 值那么多钱 我有一张地质图 日本人出两千两黄金 你说这不是钱吗 哦 那么多人想从你手里得到的东西 就是这张图啊 哎呦 不是 那 他值那么多钱吗 就是啊 你什么图 质两千两黄金呢 其实 具体他为什么这么值钱 我也搞不清楚 不过现在这张图是郭团长也要 日本人也要 土匪他也要 我琢磨了一下 干脆我把这张图就送给郭驴子 我让他去帮我杀了黑心雕 这样我就可以给我爹我娘报仇了 二兄 你可得想好了 就那坏蛋 郭驴子 还没到时候把你涂药肉 不剿匪 你有什么招 不 没事 我有招 你有啥招啊 咱们先让他剿匪 然后给东西 说明白了 拿黑心雕的头来换图纸 这招是行 行吗 行 行 行 这招是行 那 俊鲁 咱们就按照这个注意 我去跟郭驴子谈 你看行不行 行 就这么定 师哥 你就喝点水 都快两天了 你不吃饭也不喝水 那身体能瘦得了吗 喝点水啊 这 少喝的 师哥 来 少喝一口 来 来 没事吧 师父 慢点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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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把水喝了 把饭吃了 我认下你的儿子了 来 谢谢 谢谢 爹 谢谢 爹 行了 把酒红医找回来 咱们拿在班里边 再一块吃个团圆饭吧 好嘞 没事吃吧 你这招可够损的啊 哎呀那又善罢了呢 你既然想把这个东西拿到手 你不能抢不能偷 只能骗了 这这可不只是骗哪 这这只是骗吗 是拿黑心刀的人头来换图纸 你说你让我到哪去弄他人头去 那你跟我说实话 那张图你准备交给日本人呢 还是交给你的上司 好 当真人我就不说假话了 原本啊 我是想把这张图交给日本人去 你说如果把它交给日本人 才是发了 可是这脑袋可能要跑不出了 你想这事这么大 少帅都过问了 我才把它交给日本人 那就等于把个个的全家信用 全都交给阎王爷了 是 你说我能干这事吗 不能做呀 你交给日本人哪行啊 这混账日本人上次在牧场 杀死我几十个劳累呢 那这笔账我还给他记着呢 这群坏蛋 既然这张图是个宝物 那交给谁都发财 你何必不交给你上司呢 对啊 好啊 这就对了呀 这图你拿过来之后 我这回我肯定有保证 我一分钱不会差你的 你想这事对我也有好处啊 我又升官也发财了 说你是这道才是对的 哎 你既然要走这个道啊 你何必不让郭团长去剿匪呢 哎呀 好啊 这次 如果用这个宝图 来窜了我们团长去剿匪 我相信 我们团长 真有可能动真格的 这宝图要是拿到手了之后 他又能升官又发财的 你说何乐不为呢 那找郭团长谈去 行 就这么定了 我有个担心呢 担心什么 你们要是真是灭了黑心调 换回这张图纸 你们还能给我奖赏呢 这你担心什么呀 这图不是在你儿媳妇手里吗 你待会就跟我们团长说 想要这图吗 你不仅要拿黑心调的人头 还要拿一千两黄金来 这不就可以了吗 对 他要不答应我这两个条件 地址图我绝不拿出来 对呀 不拿出来不就 是不是 你 我怎么 听 听个意思好像这图 是不是在你手里呢 现在不在 但是不等于将来不在我手里呀 哈哈哈 干嘛 结果 会呀 会呀 兄弟们啊 干嘛 结果 会呀 会呀 干嘛 结果 干嘛 结果 会呀 会呀 放醒了 阿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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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厉еб 兰棺 兰棺 皇哥 我在这想 咱们俩带着那些劳力在这儿干活 热闹 日本人一个上屠杀以后 是得就这么冷静了 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 我就能感觉到日本人的吉强 在扫射 就是雪流成河 我就觉得 这地儿一到晚着 一片鬼谷声 你这别自己嫁我自己啊 哪儿来的鬼啊 这里到处是鬼 这话啥意思啊 我看你就是鬼 我怎么就成了鬼了呢 你哪只眼睛看我像鬼了 你开天眼了是不是我看看 你不是鬼 你成天跟我鬼头鬼脑的不说心里话 我怎么就不跟你说心里话了 好那你告诉我啊 我爹那天要把你皮 到底为啥 我都跟你说过了吗 你爹那老家伙 谁知道他哪个筋搭错的就发疯了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为 为什么把我皮啊 还跟我撒谎 撒谎都不眨眼 你是不是 啊 是不是为了一张图 地质图 嗯 谁你说的 我是干什么的 啊 家巧从我眼前飞过 我能分出公母来 你看 你是不是要把地质图交给日本人啊 日本人还说 要给你两千两黄金 是不是 嗯 嗯 是啊 是 你给我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跟你拼了我 你干什么样子 啊 我爹不上把你皮吗 我把你心肝肺偷乱我喂狗 走开 你是干什么你啊 啊 你是不是想拿里头换钱啊 那你说好了 你站住呢 你 日本人在这儿杀人啊 我眼睛都红了 我眼根咬得快碎了 日本人就是给我金山银山 我眨眼睛 我他们王门族的 都是日本娘门养的 那你不要钱 你要那图 你护着他你干吗呀 你护着那图 我告诉你啊 我不是护着图 我是护着酒红 酒红愿意干的事 好奶奶就干 酒红要不愿意干的事 别人要强迫的 我就跟他玩命 我这不明白了啊 你 你为什么这对那酒红它就那么好呢 我就不明白了 你是不能明白 其实谁也不明白 你这原来我我我我还行思着 你说咱俩一块动手啊 拿那图到日本那儿换点钱 以后咱三过日子 你说这下是完了 哎 嗯 胖哥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你要是再敢打那张图的主意 打酒红的主意 我真敢把你这个闹壳子做 咋碎了 这 哎 来来来 酒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你看 来了 哎 哎 酒 郭团长 好久不见啊 哎 酒 郭团长找你来啊 就是想跟你谈一下 哎 你有什么话呢 你就当着郭团长的面说 啊 来来来 说 说 我的条件 您都清楚了 嗯 您有什么建议 哼哼 来人呢 给我拿下 快快 快 慢点慢点 郭团长 你这是干什么 你太不讲究了吧 怎么不讲究了 他拿了个东西是 是少帅要的 怎么给 他是犯法 我不讲究了 他没说不教啊 他要说不教 他来你这干什么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他让你剿匪 那这还有错吗 你作为一个民国的军人 你不该剿匪吗呢 你 你 这干干嘛 你还把我这教训去我来了 你有什么不可以教训的 哎 这皇帝错了 那就向百姓谢罪呢 别说你了 你不就是个东北军那个团长吗 你有什么你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 行 团长怎么了 啊 看不起我 是不是啊 我告诉你 在玉龙镇落到姓皇上 把他拉到我拿下 呸 你这皇上 你什么回来 你干什么你 把他干活了 你在这儿落不到你说话 图你想要吗 废话 想要你就给我客气点 今儿我还就不客气了我还 就你这两下子 还吓唬我呢 整个玉龙镇上的人可都知道 你这几个兵可都是摆设呀 就因为这张破图 日本人抓过我 土匪还杀过我呢 怎么着 到聊也没拿到啊 你今天还想把我给震了 我跟你讲 你就是拿把闸刀放我脑袋上 我要是眨完一下眼睛 我就是虫子 我今天来 就是跟你谈条件的 你要是答应我上山去剿匪 并且把那个黑心雕给我杀了 这张图 我还就送你了 别的话不说了 你随便吧 小鸭鸭的骗子啊 你小昨天在这儿巴巴巴巴巴 你跟我叫 叫号上来知道啊 好 我我我承接你 来人 抬牙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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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给我弄 你不能这样啊 姑女在啊 你太过分了你 你太过分了你 再叫我 再叫我 再叫我把你杀了 小鸭头片给我撑好了啊 我查三个数 三个数之内 把图是交的咋就完善 查完三个数 告诉你小妹是不移了 你开枪 一 二 三 三 哎哟 哎哟我 你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哈哈 你瞅你这个熊样你说你 像样也跟你逗着玩着你 你连个小羊腺你都不如 这 这 想样的骗子 我挺佩服你啊 就按你说的 拿着黑心腸人头来换头 放人 放人 靠东家 靠东家 可他妈吓死我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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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东家 可他妈吓死我了 哎呀哎呀 哎呀啊 啊下这样 哎呀 你怎么这招都没看出来啊 这叫 敲山 震虎 哈哈哈哈 傻子把虎鸡子是这么正的 是个万家玩意儿 啊 哈哈哈哈哈哈 二十哥 干啥去 师父让我找九红去 有事啊 你来扫院子 我去找师姐 啊 真的啊 哎哟我谢谢你啊 哎哟我不愿意去高马的家 我烦高羊子和王炮手 人烦不烦你还不知道 好好扫 谢谢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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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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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该死了 早该死了 如果你选择的话 我宁肯选择杜师傅 可你去杀了他 我说吧 他早该死了 该死了是你们 小混蛋玩意儿 没玩意儿是不是 有本事把我杀了 把我杀了 把我杀了 我看你咋成你爹脚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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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小子 我饶不了你 我吃的时候也杀了你 啊 啊 干嘛呀 这不懂事的家伙 杀手太重了 这不越来越混蛋吗 老三 我派人下山 把鹏飞抓回来 交给你处置 任杀任寡都由你 好吧 事都那么干吧 那你说怎么办呢 你是大当家的 我说有啥用啊 那我总不能亲手杀了我儿子吧 那你儿子就能剁了我耳朵 他不是剁了你 你耳朵猫 你这样 你也把他耳朵给剁下来 不光剁耳朵 你把他的双脚 双手 你都给他剁下来 然后你挖他的亲 摘他的肝 只要你解恨 怎么着都行 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老二 你说这样行不行啊 老三的意思是说 鹏飞是大哥的儿子 你叫他处理他 你看 轻了吧 赔不上他那个耳朵 重了呢 又怕对不住大哥 那你给出个主意呗 你出个主意 哎 这样好不好 咱们也学下古人 来个父亲请罪 让鹏飞光着膀子 背一块柴火 当着所有弟兄的面前 给老三磕头 认罪 完了再认老三为义父 这一来呢 给老三个面子 二呢也教训一下鹏飞 三 老三给鹏飞当了义父 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就更加起逼了嘛 嗯 哎呀 这边玩行 老三哪 你觉得行吗 老三不愿意 老三 我说这办法行吗 行 咱三个人我最小我最熊呢 我有啥数 你看这不还是不乐意吗 那算了 老婆被杀了 赶紧历次 那啥 老三这是正在气头上 你让他消耀气啊 再说他他他他没说不同意呢 大哥你这样 你出去涮涮 我再陪老三烙 你们两个烙了吗 我出去打个跑步 晚上咱们涮着吃 你咋这么死心呢 跟他叫什么劲呢 你说这啥破主意啊 他儿子把我耳朵剁了 还让我做他义父 做个盆啊 老子哼过来杀了他 你废话 他能让你杀了他儿子吗 认他是大当家的 他是大当家的 不认他是大当家的 他是个等 老哥 咱给他掀了吧 嘘 你小声点 掀了他 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把那张地质头动到手 咱哥俩就 把那个酒混酒交给你 你愿意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嗯 嗯 参部长 没想到这小丫头片子还真挺硬啊 刀架膊都不眨眼哪 哎呀这老娘要是厉害起来 老娘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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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 不行 没错 团长您说对了 这女人骨头一旦硬起来啊 咱们男人根本就比不了 行行行 别说这些没用的啊 心烦 赶紧安静跟我 想个主 我是没辙的 现在看来 只能用最后一招了 用黑心雕的人头换个图纸 团长 这话你已经放出去了 但是现在看来 这黑心雕的人头 不好取 你废话 你好取路 我还叫你给我出主意 你肯定给我想办法呢 当长 如意 我倒是有一个 能把黑心雕引下山的 什么主意 把他的儿子给抓起来 然后 咱们摆一个当众处决的场面 黑心雕把他儿子看作是心头肉啊 他能见死不救吗 他势必要来解放场 只要他一下山 咱们就可以擒住他 这就是你跟我出出的主意啊 啊 这不早就知道 可我上台找他儿子呢 团长 您别着急啊 他这儿子 现在 就在咱们 玉龙镇 久红 久红 不是 你干什么去啊 你能不能不回去 师父叫我回去 我回去一趟咋了 不行 你肯定不能回去 你说 你都嫁给我们高家了 他们得多恨你 当面随你 背后骂你的 你回去干什么啊 你甭管了 不是 不是我不管 是我怕他们含着你啊 那我也要去 行你去吧 你去 我就跟着你去 怎么了 你跟我去啥呀 我陪你去呗 人家都烦你 你看不出来呀 真傻 烦我 憑什么烦我呀 我偷他们家东西 我抢他们家东西了 烦我 好 烦我是吧 烦我我就去了 我看他们怎么烦我 走 上车 他们越烦我越去 走走走走 你别 赶紧滚去吧 你不去 怎么回事啊 哦 那个 爹 九红 要回南家班 我要跟他去 他不让 那不让你去就别去了 人家烦怎么高架在这儿 你不知道啊 凭什么烦咱们啊 那我爱烦他呢 那你就更不要去了嘛 九红啊 你去吧 早点回来 来来来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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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小心啊 九红 九红你别回去 你回去 爹 走 爹 我现在发现 你对九红不错啊 比我对的都好 你真是废话 我是他老公爹 我对他像女儿一样 好汉有什么错吗 没错 确实没错 你让他进来 是 行 你是谁 我我我 我 王怕手 你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 别提了 回头老板 我那我们东家 知道我和你这勾结啊 这上次送你这儿回去啊 他差点活拔了我的皮 活拔了你的皮 这可真不是开玩笑啊 差点没把我给吓死啊 而且我们邵东家 也知道这事了 他他他还警告我说说 如果我再打九红那图的主意啊 他就枪崩了我 他说我这这这 我真不敢上你们这儿来了 要不打扮成这样呢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 不想再跟我合作了 不不不 这个 合 合作 那还 还是得合作 那我不是还想要你那些娘呢吗 那 但是 这个不到万不得已啊 我还是尽量 少往你们这儿抱 对了 你找我什么事啊 我听说 高麻子去了郭团长那里 还带去了九红 他还想干什么 他们是谈条件去了 就是如果郭驴子 把黑心雕人头取来 九红就把图纸给他 黑心雕的人头 不是那么好取的 那肯定是不好取啊 但是黑心雕这人头 这郭驴子要拿不到手 那九红就不给他图纸啊 那丫头佞着呢 那上次那郭驴子 都把他脑袋放在闸头下去了 他就是不肯把东西交出来 九红聪明得很 他知道 郭驴子不敢对他怎么样 如果真要砍了九红的头 那谁都找不到图纸在哪里了 不过 郭驴子明知道 黑心雕的人头不好取 还能答应九红 他一定有他的主意了 他能有什么主意啊 他要是把黑心雕的儿子彭飞抓起来 再传出消息说要杀了彭飞 黑心雕他能不下山吗 这倒是个好主意 大木 惠子老板有何吩咐 赶紧去和巴里铺的关东军联系 让他们配合我们 保护好彭飞 不能让彭飞落在了郭驴子的手里 今儿跟咱们拿这班的人 都齐了啊 看着大家活我高兴 真高兴啊 这阵子出了不少事都过去了 过去了是不是啊 往后啊 咱们不提这事 咱们拿这班还是一家人 大伙在一块儿 亲亲热热的和和睦睦的 唱咱们的二人传 过咱们的小日子 是不是啊 瘦头来嘞 你看看 今天是纳湾主六十六生日啊 赶快白收 白收 好 白收 免了免了 不能免了 爹 我先来 爹 我儿子不孝 以前都是 都是我不好 从今往后啊 我还当您的好儿子 今天是您的生日 我就希望 您老人家 身体阴阳烂烂的 我 我也没啥说的了 我给你磕头了 行行行行行行 好 来来来来 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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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师傅 长命百岁 同福齐天 谢谢谢谢 好好好 这台子们快起来 快起来 咱们不是你没了 没了没了没了 别 谢谢谢谢 来来来来 咱们大伙儿啊 一块儿喝杯酒 来来来 好 来来来 好 谢谢谢谢 孩子们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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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来干嘛 来来来 好 好 我说 这杯酒喝完 咱给那班主唱几个段子 你看平时吧 都是咱们忙活 别人坐那儿看戏 这回咱让那班主 舒舒服舒安安稳稳的 听几个段子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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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去书一下 hasta 等我们去书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个人呢 想买咱们家东岗那片地 可是我这地气找不到呢 我琢磨着 这能不能在你们这屋啊 找地气呢 你个老家伙子 撒谎都撒不远了是不是 怎么说话呢 怎么了 你地气能在这屋吗 你们在我这屋找什么 再说 你个老公公翻人儿媳妇备入了 你嫌不嫌丢人 丢什么人呐 我 我 我儿媳妇箱子里放啥 我也不跟你找圈 是不是找图呢 是 我就找这东西 怎么着 可人家酒红不在啊 找上能怎么着 拿走啊 拿走呢叫啥 偷 我倒不是想偷 我就是想看一看 他把这个东西放哪儿去了 姓说那好听的 我还不知道你吗 一个老财迷 找上了 拿着不管去找锅驴子还找日本人 你都换钱 是不是 我换钱怎么着 怎么了 换钱怎么着 换钱我一个人花吗 我都不是为了高价的财产吗 没有你的份啊 我不稀罕 你稀罕什么 我稀罕九红对我好 你看 你看你那咋粗心 怎么了 我就是粗心怎么了 九红要是对我好 我一辈子就知足了 告诉你啊 九红要是愿意把那张图给你 后来 他要是不愿意给你 你偷 你抢 你骗 我这关你都过不去 小子 你长本事了啊 你要是不信啊 你就试着 我还告诉你了 你试完了 别后悔 我听你这话的口气啊 我不是你爹 我是你儿子 你是我爹啊 你要是这么说 也行 我屁你妈的 你这个外家玩意儿 你还当是我爹的 你这个混玩意儿 你他妈的你 无所谓啊 你打我我不生气 老子打儿子嘛应该的 我就不明白 我们高家哪一辈子作孽 我养出你这么个怪物 我怪吗 你还不怪 我从今天怪给你看了我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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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上天哪 我想上天哪 我想上天哪 想上天哪 怎么哪 哎呀哎呀哎呀 这个坏玩意儿啊你啊 哎呀我都白养你了 哎呀哎呀哎呀 猪八戒八眼睁 亮着耳朵金枝冷 深深懒腰啊 忙趴起瞅瞅 喜来汪汪动我 顺着声音送耳目 原来是个女儿花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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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貌娃娃很有喜啊 一双眼睛水凉凉啊 白晶晶的瓜子点啊 凌头小口泪涣红啊 啊啊啊啊啊啊 我叫相公啊 大嫂啊 我叫相公啊 大嫂啊 我沉不沉来不沟重啊 不沉不重 背着飘泉 我问相公你对你家出哪儿人 高老庄上要问请 你不 你抹身啊 我相公你家什么名啊 你回大嫂啊 我父侍有名的猪老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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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了四楼建 三楼留给大嫂啊 Leuten啥呀 栽便地 瓜栽种点花花是 issimo 若干啥呀 Kobumo name 送无事这是 啊 咋回事啊 干啥呀这是 咋回事 把他带走 有什么的 wenn you don't 谁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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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ат bunları 师傅 你们 谁等 我没分 就是 醜 你 不是 我 为我 来 来 父 lever 去 不是 别动 我这 这日子没法过了 没法过了这呀 想干什么 大木 你没死啊 无惨魔者 你没死 为什么我要死 把鹏飞给我们留下 鹏飞他是土匪 我们抓他 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地方治安 凭什么给你们留下 你少废话 让你留你就留下 免得麻烦 他到咱们这儿来 他挺横的 不是 你算什么东西 敢这么跟我说话 把炉上 要不然 我们他们手里拿的 也不是烧火棍 让开 让开 干什么 不要趁走了 再走我开墙了 放人 放人 好 好 放人 把他放了 放人 把他放了 吴参部长 请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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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